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马腾 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 独家冠名播出 为爱而生 周大生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2022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中 一片连绵约30米的山脉形状雕塑上 浮动着水墨的光影 把观众带入充满东方意韵的场域 这件作品由90后艺术家刘家豫 运用人工智能 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创作而成 他以情感和哲思赋予作品以精神内核 为我们带来新鲜体验和情感共鸣 作为较早接触人工智能的新媒体艺术家 他最近在干啥 人工智能生成的风轻云淡的天空 灯光装置幻化的波光淋淋的海洋 电子墨水瓶呈现的密码一般的AI诗歌 艺术家刘家豫在浙江美术馆举办的这场展览 让我们看到科技与艺术结合的多元呈现形式 感觉这个展非常震撼 因为我是学计算机的 我没有想到计算机也是可以做艺术在一块的 有新鲜感 经历有一种好像收出的好奇心 一直来的生活 年轻人这个思想脑子是新鲜充满活力的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工智能参与艺术创作 看到这样的作品 我可能会对它的未来产生更多的期待 这种期待是开放式的 会给观众另一种方向的一种思考 有些东西的话 我们人的想象力到达了一个极限以后 可能需要通过AI再去延伸 展厅里有两扇特别的窗 透过窗可见湛蓝的天空 有流云缓缓飘过 特别之处在于 天空的图像由人工智能生成 是人工智能基于对真实数据的学习 想象出的一个虚拟世界 我有句自己非常喜欢的话 是艺术从古至今 都是对虚拟世界的想象 或许它可能在古代的时候 是以水墨画或者是血液化的形式 包括书法去呈现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可能是使用不同的现代的科技 像AI啊或者是投影啊灯光等等 这是2018年 刘嘉宇第一次使用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 他尝试用人工智能的未知 去呈现自然的未知 作品源自在瑞士乳山谷的一次彩风 通过在古顶每隔15分钟 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各拍一张照片的形式 收集了6400张有效照片 交给人工智能学习后生成天空图像 并以当地实时的风速和风向进行数据的驱动 从而让其中的云动了起来 在2018年前后 我们听到了很多新创造出来的词汇 比如说云渲染 数据云 云计算 所以在虚拟世界当中 云是用来形容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量 或者是一个非常未知的一个意向的符号 而在自然世界当中 每一秒的云的变化 它的形态也是未知的 当时我觉得特别吸引我的 并且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是 人工智能生成出来的结果 它也是未知的 这件作品呢 也是希望能够用云作为符号 去表达当时的科技 在刘家遇看来 宇宙的算法让大自然生成 天地万物每一秒的变化 犹如大自然自身的实时渲染 而这件作品 正是利用AI完成的 对于这种实时渲染的在线比拟 作品虚极净度 看上去是抽象的雕塑 青绿或黑白色的光影 如同水墨一般 在表面不断地运染 流动 意韵悠长 这件作品最早是在2022年 作为中国馆展览作品 亮相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 刘家遇以人工智能描绘地形的方式 重塑了中华地貌 展现出不同视角对文明的认知 这件作品也是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羽共图 那么羽共图是中国最原始的对地图的想象 作为东方的艺术家去进行创作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非常自然地使用我们自己与生俱来的文化当中 所带有的元素和符号 在这件作品中 刘家遇在技术使用上更进一步 试着让AI对三维的世界进行想象 一年时间里 刘家遇带领团队 把从贺兰山脉出发的中国大部分地形卫星图片和数据 交授给AI进行训练 生成大量三维数据 再利用软件对其进行模型重塑 生成了我们看到的连绵起伏的山脉雕塑部分 而上面充满诗意的动态纹理 则是让AI深度学习中国历代水墨精华的结果 我们大概找了一万张左右的 在唐宋元明清不同的时期 中国的古人的血液的山水的水墨化 让AI去进行血液意识的训练 并且能够把它训练出来的结果 直接附着在它所生成出的三维的数据当中 从而让它二维和三维进行结合 如今90后艺术家刘家豫 已经在科技与艺术交融的创作中 摸索了12年 2012年 他考入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成为这所学院第一届信息体验设计专业的 第一个华人学生 学习的开端就是创作的起点 很快 他就开始尝试以各种新技术为媒介展开创作 刘家豫乐在其中 因为这种新鲜的方式 正好能诉说自己这一代年轻人 在科技互联网中的真实感受 他没想到 自己的第一件作业 就得到了在博物馆展出的机会 而且还收获了积极的评价 看到自己的名字前 写着新媒体艺术家 刘家豫意识到自己未来的方向 我当时所接受的艺术创作的形式就是使用技术去进行创作 就很像是画家使用画笔画画一样 那么可能也是我跟这个世界进行对话的方式 2014年 刘家豫的毕业作品《影形》之内 被媒体大篇幅报道获得广泛关注 自此 他在新媒体艺术的创作上一路猛进 各式作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和各种艺术活动中 从3D扫描 实时投影 AR技术 到动态捕捉 过去几年中 喜欢研究新软件新硬件的刘家豫 一直寻求创新 不断突破自己的边界 包括灯光装置 三维雕塑投影 光影装置 影像渲染等等 我也是一直希望每一次自己的新作品 都能够有新的突破 新的尝试和不同的呈现形式 这次展览中的丛林的预言 是刘家豫带领团队的又一次新尝试 这次 他和团队运用了更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 通过对一个具备400亿参数的先进语言模型进行训练 让他深入学习自己以往的作品和人生经历 刘家豫最终创造出了一个虚拟的自己 他不但可以按照刘家豫的特点与人互动 还可以模仿刘家豫的思考方式 创造新的影像作品 更重要的是 随着吸收更多信息 他还将继续演进升级 关于未来的他和未来的自己 或许都有着无限可能 在刘家豫看来 勇敢地面对和尝试 才是今天该有的选择 我觉得AI就像一个礼物一样 它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它可能处于我们的创作环境当中 我们每个人都在探讨它 但是与其去探讨AI能否取代艺术家 取代艺术创作 倒不如我们一起去使用技术 使用AI去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领域 每天十分钟生活天动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